你们看 这把这款是一个A牌练习啊 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开局抓病患抓得非常快啊 你们看我们的机子情况 合起来才一台机啊 而且你们看我们阵容啊 教授 机球手和前锋啊 我和机球手修机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这把严重缺机子 那必须要打团或者有人站起来 这把才有机会啊 那接下来让你们看看是如何练习的吧 这里就人的时候机球手也过来了呀 他想法肯定是和我一样的 这把必须打团 保住病患 不然机子真的不够 但是很明显A牌练习啊 并不会给机会啊 你们看看就值得了 充分给他充分的时间啊 六一再六起来 充分给他充分的时间啊 we have to keep saving this 有什么差异啊 充分开 第三个 充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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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螺旋已经没给他打到 不是 这波怎么没爆发 兄弟 这波他刚刚怎么没爆发呀 强行拖了一点时间 三人打团 但依然没有拖出了足够多的时间 而且我的球也快用完了呀 此时我相当于就是一个白板了 那接下来闭话给你先卖掉了 队友把我的状态补满 接下来必须要站出来了 而此时传杀还差三海鸡 这意味着什么 就算你6出60秒都不够保平的 必须要6个100秒才够 ok 下面你们看一看白板接风 如何6年齐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压好了呀 那刚才 聂西已经切底盘了 100%是传说 这意味着开门站我们不能死太快 不然还是得说啊 那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就想好 等一下下椅子之后该怎么溜我告诉你们啊 直接翻窗再转小木屋啊 因为下椅子后 很可能会被涅吸直接给坐死 如果翻窗了 就算被坐死 涅吸也不能直接带走我们 那为什么去小木屋呢 因为他跳不进来 这样就可以避免快速被带走 结果你们看到了吧 他确实没有办法快速带走我 最后也是成功保平了 OK大家学会如何溜涅吸了吗 这把最后也是溜了230多秒 非常厉害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赛老师 溜了236秒 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赛老师的前锋